哈喽大家好,我是老鞋 今天老鞋给大家带来一部 由保贝尔主演的 翻卖自日本知名电影 《我的机器人女友》的 国产土味版 象征的爱情故事 《我的女友是机器人》 影片一开始 在重庆 我拿着维琐哥 拿着凉豆玫瑰 以及使用亮剑的三五八方糖 要跟他去表白 恰好那位妹子 在电话里吐槽她 说维琐哥 千万别跟自己表白 为了避免尴尬呢 维琐哥使用了 上古传承的装憨印记 在这边玩野鞋作怪 说实话 在电影院看到这一段的时候 我就已经想大人了 还好呢 当时电影院就我一个汉皮 那不然我不得违反嘛 嘿嘿 关键时刻 一个陌生妹子冲了出来 说是维琐哥的女朋友 还让她帮忙买单 在暂时化解了尴尬 维琐哥呢 就一副 咋说呢 脸上打得地勾油的样子 我光一边疯狂的蠕动 一边散发维琐的气息 以上之前呢 就是国产版 为数不多的原创内容了 他在原版当中 男主是一个内向干净的宅男 在路边突然看到一个 橘子呢 非常古怪 而对他十分感兴趣的美女 所以表现的是谨慎而羞涩的 但是国产版 我只感觉到油腻猥琐 后面呢 猥琐哥单独去吃饭 以庆祝他自己的生日 接下来请看 宅男队手办之爱的对比 有没有 同样一件事 原版的牛感觉 男主是买了一个心爱的手办 然后再仔细地大量 而在宝贝的业绎下 一种连反感的 二柳子气息扑面而来 尤其是他没有手办的时候 我都怀疑 他是不是想舔这个手办 后面呢 前面那个美女 也是我们的女主机器进来了 还点了很多的食物 但是呢 因为没带钱 所以俩呢 就逃单 赶紧溜了 观点是 这俩呢 找了一个五十字的 然后钻进去 走上了台阶 真的 这端在五米的距离 他们呢 要是不钻进去 直接走 说不定跑得更快 PS 这里也是原创的 后面俩呢 俩不知不觉 跑到了维索哥的住处 维索哥表示 来嘿嘿 而在原版里 作为一个色恐 而又胆小的宅男 被女主呢 一路主导 拉着经历了刺激的事 使用莫名其妙 回到自己的住处 他别人是 冷静下来或者惊诧 但是维索哥嘛 他就是那种 无论你做啥 都能被他意味 你要跟他嘿嘿的 那种维索男 总而是呢 在维索哥抱怨了一通后 积极还准备离开这里 别人在离开的时候 说了很多感人的话 维索哥一看 嗯好吧 我能怎样哦 真的 这个心智力 心里一定很莫名 到底谁他妈才是机器人 而维索哥呢 还是那副 像偷看人上厕所的样子 一转眼一年过去了 维索哥在路边突然笑了 给大家感受一下 看到这里 我不得不怀疑 他在上场戏忘了笑 一年之后呢 才突然想起来 时间流变大时 那实在可怕 而在另一边 一个全身散发着 如果不是打光 显得很耀眼 仔细一看 这就是廉价 COSF服装的 生命女人突然出现了 尽管后面的大头才知道 原来这个机器剑 居然真的是机器人 而这类呢 制不定 才居然正式开始了 因为一年过去了 今天恰好又是 维索哥的生日 于是机器也赶到这里 便把他从装修到时的 房屋倒塌中 给揪了出来 或者加上才知道 原来这个机器人 居然是为了自己 制造的 目的除了保护自己 而为了自己呢 因为刚才的事故 变成了瘫痪 所以才制造了机器人 避免这件事发生 后面呢 机器就开始 一直贴身保护 维索哥 因为是制造超 因为是翻牌嘛 所以很多那种 就基本上是缘分不动 比如维索哥 坐公交车 硬币掉在了车底下 机器就举起公交车 拿出硬币 原版是拍摄于2008年 这不定背景是2020年 男主作为 长期生活在这的人 我都不说扫码自负了 你好像有个公交卡吧 这又属于硬炒 而且为了做本土化的内容 原版也有一个 女主化表演喝啤酒 差点暴露自己是机器人的事故 但是国产版本呢 机器就愿在这 跟人喝老百干 对凭吹那种 并且原版从事之中 男主对女主的态度 大体上是 应该女友是机器人的样子 当然国产版吧 这个为所哥 从头到尾都想着 到底怎么样 才上这个机器人 终终经过一段时间的保护 机器突然提议 要不要回到过去 看看男主小说的样子 因为男主在未来 对没有回去感到很后悔 于是伴随着非常山寂的音乐 一家宝贝尔无情的尬眼 能从梦感受到 导演能想起流泪的妄想 我最后也的确流泪了 虽然是被尬哭的 但知道眼泪是真的 从未来回来之后 两者家里莫名其妙 开始一段cosplay 让维守哥就突然上了机器节 但是呢 因为机器节 对他的吻 居然没有心跳加速 所以他觉得很生气 真的 被这么一张脸亲一下 不心脏皱体那就不错了 你他妈想的还挺多 为了要刺激机器节 维守哥呢 又故意跟别人接吻 结果人根本就没有反应 而自己呢 在激动之下 居然趴在了 自己的恶吐上 并且 导演给这里放了一大段 他脸上很恶心的画面特写 大便活人 绝活哥好吧 当然这里也是原创的 后面呢 因为女主要挖给到 类似人类的爱心犯馈 所以维守哥就把女主撵走了 而自己呢 又开始了吊死生活 这一天他突然发现 自己家以前的猫咪 被从过去呆了回来 他觉得机器节 还是不是回来了 结果这时 突然发生了大地震 而机器节也确实回来 把他给揪了下来 但是呢 在逃跑的时候 他们还遇到了列车撞击 原本这种 发现女朋友被撞 男主持有震惊到悲伤 而包备的版本 就只有发愣 最终呢 为了救维守哥 机器也被压在了石头下面 他不得不扯断了自己的身体 再把男主给揪了下来 而自己呢 只被彻底压在了大地下 一转又很多年过去了 维守哥用了一辈子的时间 把属外的机器也给还原了 而自己呢 也狗呆了 一转又很多年过去了 一个女生呢 突然发现 这个机器人 跟自己还长得一模一样 女生呢 卖下了这个机器人 并且移植了他的记忆 他那被这段感情都感动 说实话 我不知道有啥可感动的 因为从机器人的视角来看 这个男主 一直非常为数的想上他 总之 这个女生呢 穿越了回去 来到影片开始的部分 也就是男主第一次过生日的时候 与男主呢 快乐地相处了几天 并且还在这回去了 所以片头开始的那个女生 并不是机器人 而是在未来 过着机器人记忆的女生 当然在影片最后 这部电影拉进了 Happy Andy的改编 说这个女生呢 选择在最后 再次穿越回到 机器也被损坏的那一天 然后选择永远的留在了这里 之时 他用了这段感情记忆 同时也是个真正的人 而一面到这里 就全部结束了 看完这部电影呢 我都不感慨 他在原片有7.5分的情况下 造超 只能超了3.6分 是在一个直中等 因为12年过去了 这部电影的质感 包括特效腐化到 甚至还不如原作 当然这里并不是说 原作有多么优秀 只是 造了80分的巨人的超 能给超了30分 这又很离谱 像是他很多奔斗过来的地方 基本上只剩了土 而且时过近前 看过这么多 优秀的科幻电影后 这种轻科幻的内容 那属实不够惊艳 即使如此 很多制服电影的粉丝 还反过去 起码语言作 说语言作 抄袭什么的 各种攻击语言版 给语言版打差评 我都不知道 人类计划多样性 竟然如此多样 当然 要说最大的败笔 肯定还是男主的问题 因为男主 谈不上多么帅气 但是至少 那种干净的气息 还是有的 国产版的男主 除了猥琐和痴呆 你又根本感受不到 其他的了 如果说看完这部电影 我有什么感慨的话 那就是 为什么这个人 还能有那么多的资源 厉害呀 好的 本期视频就这样 我是今天老星期拍下期 再见